好,刚刚我们已经完成了基础功能的部分 包括三组的硬体的连接 还有三个按钮按下去会出现Doremi不同的声音 画面上会有在小猫会在不同的高度 还会出现在五线谱的相对的位置上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进阶的功能 进阶的功能如果要记录音符的话 我们就会用到清单 所以我们到回到Squatch这边 我们来新增一个清单 那清单在变数里面 这边会有建立一个清单 好,我们把它取名叫 这个清单把它叫做歌曲 好,确定 那这边就会多了一个清单 那我们会希望把弹奏的这个音符呢 就直接存到清单里面 所以我们会直接把这个添加 就是它在弹下去的同时 弹下去的同时我们把这个都 如果你要用简谱的话 如果要用简谱 那我们就会用1 都是1嘛 就把它加到歌曲 那如果弹下去是第二个是Re的话 我们就存2进去 同样道理 如果是弹Me的话 我们就存3进去 好,那做好之后呢 当我们去做弹奏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右手边 这个地方 它就会直接把简谱给放进去 好,那所以这基本的添加的功能完成之后 添加音符到歌曲的清单里面的功能完成之后 那既然能加 那也要能清除,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再做一个按钮做清除 好,那这边有一个清除歌曲的所有项目 所以我们把它拉出来 那要用什么方式去清除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按钮 好,所以我们在控制里面 好,我们在事件里面 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叫做D 好,当我们按下D的时候 它会清除所有的歌曲的内容 好,所以当你Action之后 如果你去按D 好,歌曲就会被你清空 那这时候你再去 好,不管你在新增多少的东西 你只要按下D 它就会做清空的动作 好,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歌曲整个完整的记录下来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 好,让你的清单里面的歌曲能够播放出来 也就是说 你在预存的歌曲 好,刚刚谈过的歌曲 可以播放出来的功能 所以我们先来存一首歌曲 好,来观察一下 那个清单储存的行为 好,我们先Action一下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清单在存取的时候呢 第一个按进去的东西 它就是站在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然后依序往后排 那么所以先进去的号码 会是最小的 最小的 那所以之后加进来的都会往后加 号码会越来越大 所以在读取清单的时候 好,我们歌曲进来的顺序就是 从1234这样子下去的 那所以我们在等一下在读取歌曲的时候 数字也是从123这样子读取出来 就会是我们当初弹奏的顺序 好,那我先把它清空 我正式来录一个 马里尔之小绵羊 好,这首歌录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把它 播放出来 好,那播放出来 刚刚有讲 就是从清单里面的第一项开始播 那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按钮来做播放 所以一样在试键这边 我们用空白键来开始播放 那播放的时候呢 就直接存取 存取这个歌曲里面的 第一项 好,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把它第一项给拿出来用 好,那这个是第一项的内容 那这个是第一项的内容 所以第一项内容就是指这个 mi 就是doremi的mi 好,那可是这里存的是123 那你怎么知道 我3是要去播那个mi 怎么办 我们就必须做一个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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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东西等于1 如果里面的东西等于1呢 那我就播都 我就播放都 音乐的控制项目 那当然如果是re 就是等于2嘛 那我就播放re 那如果等于3 我就播放mi 我就播放mi doremi 好,所以我们把里面的这一项 第一项 放进去 可是我们播的时候呢 第二次要播第二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字 第几项这个数字是会变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个变数 好,我们给它一个变数 所以一开始我们把 1 1 我们就让它谈第几个音 好,就去检查它的第几个音 好,所以一开始呢 是从第一个音开始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把 先把这个数字设成1 也就是说从第一个音开始播放 好,然后在第一轮之后 好,第一轮播出声音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1 加1 然后就会 要给它一个循环 好 那要重复几次呢 要重复几次 要看这一个歌曲里面有几个音 有几个音 所以有几个音的数字在哪里 在清单 里面它会有一个有几项 清单的长度 好 就是里面如果有20个音 这里就会重复20次 它就会播完20个音 好,我们来试试看 Action 我按空白键 好,所以可以完整播完 对不对 但是因为声音很快 所以我们加一个等待时间 好,再试一次 空白键 太慢了 好,大概是这样一个 新增加的进阶的功能 那接下来你会想到一件事 刚刚 小猫 的位置 也没有动啊 对不对 所以小猫要记得 它的位置也是要改的哦 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积木复制过来 小猫的位置 它的高度是-100-70-45 好,所以这个是-100 起来 这个是-70- pública 这是-ice h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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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 它先移动 我們再播聲音 好我們再播一次 詞曲 李宗盛